佛光照大地发洗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宇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为了方便民众来施打疫苗 现在有很多的诊所 都已经开放成为了施打站了 像是位在佛光山下的佛光联合诊所 现在也申请获准成为合格的施打站 究竟来为当地的民众 还有法师们提供疫苗的接种服务 高雄大树区新田里 预约疫苗的民众接获通知 来到佛光诊所施打 目前唯有疫苗接种普及 才能彻底防疫的时刻 佛光诊所以实际行动响应 7月开始成为疫苗施打站 我们佛光诊所从7月1号开始 可以接纳新冠疫苗的注射 在这个有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说上季他本来要求 要求我们一定要有考试 及格的职格才能够申请 所以我们医生 我本人就去上那个专业课 为了符合施打站的规格 院长及护理人员 还到社区接种站实地培训 通过训练合格才能够执行疫苗施打 诊所还添购恒温不断电的冰箱 来存放疫苗 我们去支援社区接种站的时候 其实很敢 然后因为还要准备一些 像防护衣 针筒 全部都要由我们准备 因为他可能考量到 我们是合约院所 所以要自备这些东西 7月2号打的这一次 是美国捐赠的莫德纳的疫苗 他一品可以抽14到15个 所以你就要很斟酌的那个量 要抽得刚刚好 我药会给你调整一下 你继续吃好不好 好 谢谢 如果什么不舒服 再来看 好 好 有的民众不敢到诊所来看病 透过线上看诊方式就医 佛光诊所办理疫苗接种 还有另一层意义 就是可以让佛光山的法师 和当地居民 不用出远门冒着感染风险 究竟施打疫苗 希望这样的便民服务 能带动民众施打意愿 尽早提升免疫力 人今为15永取 高雄采访报导